那周園議長邁凱希說他這個蔡總的規模完之後 他會說確保台灣的軍收順暢 所以你覺得未來台灣美國對台軍收可能會有 我想任何國家對我們有利的話 不管是武器裝備或者形式交換 只要有利我們都樂見 那將來是會更加順暢我們當然是期望 但我個人也在評論表達 不管是期望但你不能做依賴 我們該要做準備還是要做 如果我們做好準備人家幫忙批一把的話 就會更加順暢 但我們家靜止不動完全靠人家來做 就要支柱我想沒有一個國家會贊成我們這種做法 大家持續努力 因為剛剛提到說因為對美這些現在軍收是有五方部分 那國防部的報告也提到說我們要跟美方洽詢 某幫說能公收類同裝備這個部分 我們是有什麼裝備可能目前還沒 有一些這個裝備啊 武器裝備也好研發了或者採購了 有的意味整個環境的員工 可能會有的延到 我以前也多次有表達的確有的延到 但我們家也開具特別的管道 持續跟他接觸 不管透過AIT或我們駐美的人員 還有我們自己跟他 不管有定期的會議 多做表達 要類同的話 就不曉得 我們哪一類 你是個裝備 對我們有利 而且我們的確在用的 我們才能夠容納 我們沒有這種裝備 他把任何樣的裝備 我們常常沒有的 拿過來 這是不太合理的 我所謂類同就是一定 跟以前我們原本用的武器裝備有關的 才叫類同 跟大家做這個說明 謝謝大家 外面可以幫我講 我知道 目前我們是不是總統 確定會在美西的部分 遇見這個麥卡系 那你多跟我們講一下 跟他時間點 然後跟這個會議 還沒有任務 好 你多告訴我 我想引用雷根總統的一句名言 如果正義足夠勇敢 邪惡就會失去力量 民主台灣要跟民主的國家進行交流 就是台灣兩千三百萬人民的權利 中國沒有智慧的補救 那我們很期待 美西時間4月5號 那我們在洛杉磯的雷根總統圖書館 有機會跟麥卡錫議長 面對面的交流 也和美國跨黨派的國會議員們 面對面的進行意見的交換 那之前有傳出說演出的部分 那總共現在演出的部分是有提出的 我想這項活動的相關的規劃 都在最後緊鑼密鼓的詹密的討論跟溝通當中 那我們會進一步的跟大家來做說明 交流部分會提到哪一些 如果經貿還是下一個問題 我想台美之間有各種共同關切的議題 我想那天的時間都有機會可以面對面的討論 會因為中國已經強行說會強力回擊 我剛剛講了民主台灣要跟民主國家進行交流 是台灣2300萬人的權力 中國沒有智慧的無力 因為有傳出說有20多位的議員會一起來參與 那這不再延續了嗎 呃...就我了解會有跨黨派的議員來參加 那因為這是麥卡錫議長邀請的 那我們要尊重他們 那這個時間也會公佈是因為 即使是連續有還好的跟默契嗎 因為有萬劫獎金 比如說是不是 今天比較罕見的在抵達之前 就公佈了你們的行程 我想這項活動的規劃 我們雙方都有很令切的溝通 也有很充足的默契 時間點會是上完還是下完 進一步會跟大家說明 今天是因為我們的日期是出發前的嗎 我想應該蠻早就決定 出發前就決定嗎 呃...這個...我想今天公佈 那出發前是否決定 不是那麼重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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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定義裡面呢 這個...我們的國家一分兩個部分 一個叫台灣地區 一個叫大陸地區 都是我們這個... 東華民國 那麼...在我們的...都是中國 這兩個部分 同時在我們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二條有定義 什麼叫做台灣地區 什麼叫做大陸地區 台灣地區就是台同金房 台灣、紅、金、馬、祖 大陸地區就是台、紅、金、馬以外 我們的領土 所以...無論是在台灣 無論是在大陸 在法...憲法上呢 都是屬於一個中國之下的 我們是台灣地區 你們是大陸地區 就是我講到這個兩岸啊 有可能不知道 我們...國家在... 呃...1997年的時候 修改了憲法 在我們的定義裡面呢 這個...我們的國家 一分兩個部分 一個叫台灣地區 比較大陸地區 都是我們這個... 東華民國 那麼...在我們的...都是中國 這兩個部分 同時在我們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 第二條有定義 什麼叫做台灣地區 什麼叫做大陸地區 台灣地區就是台、紅、金、馬 台灣、紅、金、馬、馬 大陸地區就是台、紅、金、馬以外 我們的領土 所以...無論是在台灣 無論在大陸 在法...憲法上呢 都是屬於一個中國之下的 我們是台灣地區 你們是大陸地區 我知道在... 大陸的1983年的憲法 前言裡面也有講 台灣是... 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所以這個事實很清楚啊 所以我常常講 這個... 法國跟德國啊 原來是世仇 世仇 尤其是在1870年 這個... 普法戰爭之後呢 這個... 法國的司令人把他的配件 曾建給德國的司令人 法國的1234年 諾麟兩個省啊 割讓給德國 然後在1234年 有一個小孩子啊 大概六歲左右 很頑皮的 常常逃學 有一天呢 突然接到學校 然後通知 後天一定要到校 他心裡有點忐忑不安 到後天之後 他往學校走 發現學校旁邊的教練 已經有德軍在住房 到了學校以後 校長到老師 都在... 都在這個教室裡 而穿著平常上教堂的衣服 非常認識 老師上課的時候 就告訴大家說 各位同學 從明天開始 我們不教... 不能教法文啊 我們必須教德文 可是他很難過 他在黑板上寫 用法文寫的 Viva la France 法蘭西萬歲 然後說 三下格 這個是法國的小說家 阿芳士多德 他在... 後來寫了一本 這個... 短篇小說 一共只有1500字 可是呢 他進入了全世界 30個以上的國家 成為他們 愛國教育的一部 而亞恩莎士諾琳 在伊斯大戰的時候 哥讓點德國 然後... 二次大戰又還給了法國 到了戰後 又都給了德國 來來回回 後來兩個國家的人說 Enough is enough 可以停了 所以他們兩國在18... 在1963年的時候 簽了一個... 這個... 合作的條約 雙方交換學生 都在交換學生 而且學生進了美國之後 還住在那個人的家裡面 用這種方式 來增進兩方的關係 因為法國跟德國 既不同恩 也不同種 從來沒有是一個國家 跟兩岸不一樣 我們不帶著同恩 同恩同種 而且雙方 都堅持一個中國的立場 這一點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希望呢 在這樣一個前提之下 儘管現在 我們分屬兩邊 雙方有各自的制度 各自的政策 但是我們希望呢 他努力的能夠減少這些不必要的合格 讓雙方能夠真誠的交流 然後讓年輕人 在他年輕的階段 就知道我們必須要往這個方向走 這是我這次來呢 帶學生來很重要的目標 我們年紀都已經大了 光看我們是不夠的 要這些失利軍把這個工作 往後繼續推動下去 還能說對不對 好謝謝大家 好謝謝馬先生 下面有請觀眾大家 大學中下的 為馬先生贈送禮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